大家好,我是小薇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进步 任何人都可以通过数字人工具 制作媲美真人的高质量视频 而VipNOS就是一个强大的在线数字人平台 除了基础的数字人功能 VipNOS还为使用者提供了数十种实用的AI工具 和大多数数字人平台一样 只需几个简单的步骤 任何人都可以创建带有虚拟主播的视频 VipNOS分别接入了微软和Eleven Labs的TTS模型 且支持语音克隆功能 VipNOS同时提供了在线视频编辑功能 以及适合数千种不同行业的视频模板 点击视频下方链接 使用Google账号登录即可免费尝试 价格方面 免费用户每天可获得一分钟的额度 且可以使用大部分功能 现在我就按照使用场景 为大家演示一下VipNOS的操作方法 首先 切换到左侧的Template选项 从列表中选择一种模板 例如 选择一种卡通风格的模板 该模板可用于制作趣味教学视频 VipNOS的操作界面非常简洁 左侧可以预览不同的分镜 上方则可以添加各种素材 下方的工具栏则可以编辑脚本 设置TTS语音 选中左侧的数字人形象 点击上方的Evatar选项 即可在列表中选择一种预设的素材 此外 用户也可以从本地上传图像 创建定制虚拟人形象 完成替换后 页面中的任意要素都可以手动调整 修改完成后 点击上方的Background选项 还可从列表或本地上传背景图案 页面的最下方则可以输入脚本 选择一个播音源即可合成音频 设置完成后 点击右上方的预览按钮 值得注意的是 预览画面无法显示人物动态形象 确认无误后 点击右上角的Generate按钮 大家可以预览一下效果 欢迎来到字母乐园 今天 我们将在字母表中 进行一次激动人心的探险 在本课程中 我们将学习26个英文字母的读音和形状 如果需要制作教学或商业推广类视频 则建议使用真人数字人主播 选择一种教学类母版 单击虚拟主播 从列表中选择一个适合的形象 完成替换后 数字人的大小和位置均可调整 此外 开启最下方的Apply to All按钮 还可以键替换所有场景中的数字人 然后 按照顺序编辑各个分镜 导出视频即可 为了增强互动性 VipNAS还提供了数字人 Conversation功能 允许用户同时使用两个数字人 制作对话类节目 和普通模板不同的是 数字人的位置会保持不变 使用者只需添加对白 即可完成视频生成 第一步 替换数字人形象 并添加视频主题和相关的素材 然后 在下方对话框中添加需要播报的脚本 点击生成按钮即可 你好 维维安 今晚美国大选的结果 非常令人期待 格林 你能不能向观众介绍一下最新的投票结果 作为全美最早开始的投票点 新罕布什尔州小镇迪赫斯维尔山口 在当地时间5日凌晨12点12分 率先公布了六位登记选民的投票结果 两人目前打成平手 尽管带有主观意愿 我更希望哈里斯获胜 你呢 格林 恰恰相反 我更支持特朗普 因为我觉得马斯克的选择不会错 简单地了解了VNAS的使用方法 我就使用该工具 制作一段虚拟现实类对话视频 第一步 替换主持人和被采访者的形象 并添加对应的文本标识 然后 使用Cloud模型 生成一段中文对白脚本 把脚本粘贴到项目下方的对话框中 点击合成视频即可 很高兴能有机会来采访您 作为一位备受瞩目的女性电影明星 您在荧幕上呈现的每一个角色 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杰夫 我想你是不是对我有所误解 我是SK148第二期选拔生 力数Tim K 你听过我的歌曲吗 当然 我是你的忠实粉丝 我还记得你的第一张单曲 是蓝天下的单相思 你曾经参加过我的握手会吗 我上次去的时候 听说你喝醉了没有参加 还因此被降级为研究生 这都是八卦杂志的传言 不要相信对了 你关注我的推特和蓝账号了吗 那是当然 您的敬业精神和出色的演技 确实令人钦佩 希望未来您能继续为观众 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 再次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对了 我会在11月9日 在台中梦想家篮球队主场比赛上登场 各位粉丝朋友 不要错过 除了数字人功能 WebNOS 还有很多实用的AI工具 大家可以尝试 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支持和观看 欢迎大家点赞 关注 留言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也可以通过邮件联系小微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联系小微博